大家好 我是尼克老師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怎麼樣讓你的吉他在進步 很多同學你們都上網會彈一些和弦 甚至會彈一些刷法、執法 T121、T121、321這種東西 彈久了之後大家就會開始問說 那我吉他要怎麼再進步 今天跟大家分享兩個重要的秘訣 第一個是邊前奏 第二個是變化執法的方式 好 以第一個東西為例 我上網去看這個阿拉斯加海灣 他就這樣彈 C啊 前奏的部分就G啊 A、M、I、R 然後G啊 然後F、G、C 所以你最彈T221也可以 C C 這樣 上天啊 也是可以 但是要怎麼樣再去 在這個進度上再突破 首先 邊前奏你要先去知道 這個調的音接在哪裡 比如說C大調來講 你夾著就是彈C大調的狀況下 你可以去發現說下兩前的 空弦第一格跟第三格 都有音 OK 所以比如說 欸恰好是 E、3、空、E、3 剛好是Do、Re、Mi、Fa、S 好你把這個東西記住 這蠻重要的 記住之後你會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不會 按錯啦 你會找到對的 再來你就去聽說 登登登 登登 登登 這個音好像是先上去再下來 好找找看在哪裡 好像在這裡齁 然後這個 好像不是這個 是高一點 喔 最第二個音在這裡 好你一個一個去推敲 好那低一點啊 好大概就這樣 那配唱再把它安排到和弦裡面 所以 和弦就最重要彈Bass C 好 G仰B 好 Ami 好這樣 好加在一起 再把它加成原本的T21 最後一步 最後一步 中間的那個空格 你再隨便彈一些1或2 就會變這樣 就可以唱了 像天啊 你千萬不要偷偷告訴他 這樣四次就OK 好 這是第一個步驟 好 再來第二個步驟就是 你從T21以外 你可以加一個技巧 比如說鋼琴一下是彈很多音 所以你在波奏的時候 你也可以 大拇指叫T 一二 就一起彈 好像是這樣子 很像鋼琴在那邊斷斷斷斷嗎 比如說這個 陶澤有一首歌叫 愛很簡單 有聽過的話 同學也是算是有點年紀 OK 愛很簡單 就像是 原曲是鋼琴這樣彈嘛 所以你就可以用 大拇指 獅子這種詞一起 好 我忘了是怎麼開始 也許就是對你 有一種感覺 突然間發現自己 一深深愛上你 覺得很簡單 欸 這樣 愛的天光地老 都一無所謂 這樣是不是有鋼琴的感覺 就比起 T21這樣子 它又是截然不同的東西 所以今天留兩個東西給大家練 找出音階 然後把它的音確切找出來 來編前奏 好第二個是 把它變成像鋼琴這種伴奏的型態 好嗎 這就是今天的課程 回去練 好 更詳細的教學 都在我的課程裡面了 趕快去學 掰掰